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11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同时呢 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11月呢 是一个超级超级让人兴奋或紧张的月份 如果啊 你要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嗯 我觉得我可能会用巨浪来袭 或者是火山爆发来形容它 当然呢 不是像字面那么可怕啦 最主要是要告诉各位 很多事情啊 在11月份 它的发生就会 砰 有一种猛爆的感觉 好像我刚才的那两个形容词 所以呢 在11月里面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面对到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 诶 你的状况还不错 而且 的确有想要做的事情 只是呢 你一直没有勇气去做 那么 我觉得11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 你可以呢 怎么样 一鼓作气把它完成 但是 如果呢 你遇到的状况是 诶 不太好哦 可能有一些感觉 好像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发生 那么 我觉得你就可以呢 放慢脚步 或是呢 做一些预备的动作 那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呢 你会比较从容 也比较能够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 会变得更好 那当然 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就会有星象的配合了哦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月的星象 首先呢 在11月一开始啊 它其实是承接10月底的这个星象 10月29日的这一个月时呢 它很容易引发一些事情 所以 你想知道你11月初是怎么样 通常我也看一下 10月底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是周遭的环境有什么样变化 你大概呢 心里就会有数了 再来呢 11月4日的时候呢 土星顺行 8日的时候 金星进入天成座 那么10日的时候呢 水星进入射手座 这一些行星的变化啊 就好像我们就看一场舞台剧哦 那个要进入下一幕之前 工作人员会开始换布幕啦 换背景 换道具啊 对 所以呢 可能在11月初的时候 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环境或是人事有什么样变化 因为事情就是要开始转动了 但是 真正大的挑战呢 其实是从月中开始哦 那么有两个时间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呢 是大概是13日到18日左右 另外一个呢 是22日到27日左右 其实非常的接近哦 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大概后半月 是非常多挑战的 首先呢 11月13日的这一个天蝎座新月 它会开启一道大门 要启动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新月呢 启动了两颗星 一颗叫火星战神 所以就很容易有主动的行动或者是什么 比较像冲突 战争或是有一些些破坏性的能量出现 不是那么和谐 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不好哦 要记得 那再来呢 另外一颗星叫做天王星 天王星呢代表是改革 变化 突破 但是也可能是怎么样 诶 不遵循传统跟规则 会有一些脱轨啊 很奇怪的事情 不按牌里出牌的事情出现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 通常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 也可能是比较多星啊 在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座的朋友 差不多在月中前后开始呢 就有比较多的事情要开始加速进行 或者是你要开始见招拆招了 那么到了这个22日的时候呢 太阳进入了射手座啊 所以要进入射手座的月份 那么24日的时候呢 火星也进入了射手座 所以呢 开始启动另外一股能量 它会启动土星啊 土星的能量呢 代表的是责任 压力或是束缚 也可能呢 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专注在某些事情上面 你有时间金钱的压力 所以不能够呢 轻易的去离开 你要专注把它做完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一些小的细节 特别是 如果你有很多的行星 或是上升太阳在变动行作 像双子处女 射手双鱼 有可能你在下旬以后就超级忙碌 那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看下你的时间 如果在这个下旬之后 你会非常的忙碌 有很多工作要做 那不妨在之前呢 就好好休息请假 那如果呢 你没有办法请假 那当然就是你要养好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该吃该穴要做好 你才有体力跟精神去完成它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个别星座的运势 首先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白羊 巨蟹 天秤 以及摩羯座朋友 这个月份呢 你的财务啊 是你优先要关注的重点 因为你有可能呢 赚的多 花的多 那当然花的多上面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要看你怎么样花钱 有的时候该花还是要花啊 可是呢 有可能呢 诶 你就是会有点失心疯乱花啊 或者是没有比价你就花了 所以这个月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可能是呢 你有很棒的赚钱机会 但是你还没有想清楚你就投入进去了 结果一接之后发现 哎哟 后面遇到很多很困难的事情 或者是你接到一个烫手山芋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比较需要 这些族群特别留意的 当然 在这四个星座里面呢 第一个 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其实比较容易人才两得 感情 金钱都比较得意 所以呢 好好把握机会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 现在是你冲事业的好时机 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这个月呢 你有先享受后付款的一个机会 所以就看你想要享受什么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 你有很多跟人互动合作 或竞争的机会 所以人跟钱的事情呢 你要特别留意 要避免呢 为了感情这个破财 或者是说呢 为了钱伤感情的事情 再来看一下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呢 特别要留意人际关系 你们容易有这个大好或大坏的情形出现 什么是大好 哎 忽然有一个闪电恋爱的机会 忽然想要求婚 忽然想要结婚 也可能呢 你在这段时间遇到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你觉得这个人呢 你需要跟他合作 所以呢 要打铁趁热 所以马上要赶快去谈好这个合作 那反过来讲 也可能你在这个月份决定 啊 该离婚了 该分手了 该拆伙了 那么都会有很快速发展的状况 所以这个月呢 如何好聚好散 我觉得是这个族群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哦 那么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 天蝎的朋友 这个月呢 一对一的关系 感情啊 合作啊 竞争 往往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点 也就是你要分还是要合 那如果要合的话 可能 接下来未来要怎么做 要深入的一些发展 你们要谈好哦 那么如果是要分的话呢 当然有可能很多条件就要谈 所以这个月就会比较紧张一点 那么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狮子座 或水瓶座朋友 这个月呢 你可能会有工作的变化 换工作啦 升迁啦 换老板啦 组织改变啊 或者是你要搬家 换生活环境 所以你要去适应新的环境 适应新的这个组织 那自然而然 你也可能 比较需要做一些心理的调试哦 或调整你个人的原则哦 当然我觉得这是老天爷 给这个族群非常棒的怎么样 自我突破跟改变的时间点 不要去抗拒它 那最后一个呢 是上升或太阳在 变动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啊 身心是非常累的哦 特别是很多工作会忽然出现 也许要加班 或者是患有错误要修正 也可能是你同事呢 怎么样 请产假啦 请病假啦 要你帮忙支援 而且呢 你这种里长博的个性呢 很多人会来找你解决问题 所以事情特别多 你常会忘记自己需要休息吃饭 所以我觉得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 你一定要先顾好自己 那通常呢 我们刚刚讲过 在22日以后呢 你们越来越忙 所以你要注意哪些事情不要做 哪些事情要优先做 哪些事情你要say no 或者是要婉转的拒绝 我觉得是这个月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那不妨你也要去思考 哦 应该怎么样的去排你的时间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11月份的星座运势咯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11月份里面 接受你该接受的挑战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不断的成长精进 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